朋友们咱们案件接上回 说这个黄身呢实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并且有很强的一个反侦察的意识 他似乎嗅到了这个危险的气息啊 迟迟不出现 直到凌晨六点的时候呢 才出现在他租住的房屋附近的街道上 蹲守在附近的民警啊 迅速将其暗住了 黄山终于被捕 在他身上呢 警方发现了 他曾经分三次刷了五万多块钱的六张信用卡 接着警方就搜索了他的住处 在住处啊 除了搜到了他作案的工具 弯刀砍刀胶布 黑色塑料袋 还有一个细节呢 得跟大家说一下 他的出租屋的样式呢 是挺特殊的 他门口呢 是个卷帘门 开开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厅之类的 直接就是进院了 也就是说 他的小轿车 直接就可以往院里开 那么问题来了 他这样的设计 对他的作案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想啊 如果他把尸体放到了车里 直接开着车 直接就进院了 这样呢 隐蔽性的相当好 特别不容易引起大家伙的注意 接下来警方开始审讯这个黄山 黄山呢 对犯罪过程呢 工人不讳 接下来啊 他就详细的 一五一十的 跟警方叙述了他整个的杀人过程 6月8号的下午3点多啊 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的新原路 黄山呢 正在这个路段呢 等活 这时候啊 他看见一个身材十分苗条性感的一个女子 哎 这姑娘呢 不是别人 就是后来的被害者王丹 他干什么呢 打车 谈好了价格之后呢 这车呀 就开往了这个王丹 去拍平面广告的那个地方 6月份的深圳呢 天气啊 比较炎热 王丹呢 穿的不但时髦 并且呢 刚才也说了 特别的性感 肩膀上呢 还背着一个驴牌的包 这呀 就引起了这个黄山的注意了 他们之间啊 有个简单的交谈 尤其是这个王丹呢 小姑娘有一点傲气 为啥呢 因为她搞了个对象 说这个对象呢 是香港的还是一个富商 对自己特别好 又给买车 买房 还给买包包 这个黄山呢 也没给她好气 黄山略带气愤的说 你抽险了什么呀 不就是他妈搞了个对象吗 有本事自己挣钱 别靠别人 这王丹一听呢 绝对是回怼呀 直接就对着黄山 骂了起来 你个臭屌丝的 你个穷鬼 偏偏是这句话呀 让本来孩子 犹豫到底 劫不劫他财的黄山呢 更加坚定了劫财的信心 金 黄山心想 你个臭娘们 本来还以为你个小姑娘 出门在外的挣钱不容易 看来啊 你他妈的 真不配 罪恶计划终于开始 他把车迅速开到了 偏僻的荒郊野外 亮出明晃晃的尖刀 抵着王丹的胸口 恶狠狠的说道 别他妈说话 说话 弄死你 然后赶紧用脚步 将王丹的口 封了个严严实实 还用电线 捆了他的双手 直接把他像抬牲口一样的 抬到了后备箱里 死死地关上了门 直接把王丹 拉到了 他一个人在坑仔镇金沙路 租的那间出租屋 到了出租屋啊 黄山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他强奸了王丹数次 用刀子逼着王丹 说出他的银行卡密码 劫财又劫色 为了怕事情败露呢 黄山丧尽天良 最终选择了以杀人灭口 抛尸的方式逃避自己的罪行 把王丹的尸体 打谢了很多块 分尸的原因呢 在他看来 就是因为箱子买小了 就如此的丧心病狂 把尸体的头和右大腿 硬生生地砍下来 这才勉强地塞在了他那所谓的大号行李箱里 接下来啊 他就想到了抛尸 他左思右想 最终还是决定了 把尸体啊 扔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家乡 他以为在那里藏尸 才能逃过警察的法眼 黄山的老家呢 是汕头市朝阳区 关布镇 他把这个箱子 放在了一个自己打制的铁架子里 然后用铁链锁住 为了增加重量 防止尸体往上飘 然后沉入江中 为了让他流向大海 真正地做到毁尸灭迹 但是偏偏欲偏偏呢 就在他抛尸的那天呢 无来由地下起了大雨 就在他投下去的那一刻 黄山本以为呢 可以彻彻底底地沉入墙中 却不知道啊 这个箱子是塑料制品 它的浮力很大 尽管有铁链 还有铁箱子 但是呢 依然阻碍不了 它的一浮一尘 还没等黄山后悔 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呢 箱子已经被水冲走了 从那刻起呢 黄山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冥冥之中 他总觉得自己哪天会被抓 6月11号的时候呢 黄山回到了康仔的出租屋 为的是把受害人的头部 还有右大腿呢 继续地毁灭 消灭证据 他这次选择的是 把这尸体的残肢 还有头部啊 放在了纸箱里 然后用水泥浇注 这次啊 他居然放在了 他和老婆租住的那间出租屋 觉得这样呢 放在身边 财心安 他还幻想着 找个适当的时机 再把这一箱子的残肢呢 处理掉 他万万没想到 我们英勇的干警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这个案件成功地破获了 黄山被抓 等待他的是 法律的严惩 和晚节不复的深渊 在这集的最后啊 三十给广大的美女朋友们 提个醒 穿得漂亮呢 性感本没有错 但是呢 容易被心里扭曲 和别有用心的人惦弃 并且啊 和陌生人聊天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不炫富 不说带有讽刺 和人身攻击性的语言 因为啊 你不知道哪一句话 就点燃了 犯罪分子 变态的导火索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法网灰灰 密而不宣 到这里啊 本集答案 就已经讲完了 欢迎您订阅转发 下集精彩 继续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感谢观看